我們現在開始唱的東西叫做能源的轉換跟發電 第一個 我們說過所謂的能源就是能夠提供熱能的 所以一個直接的運用就是提供熱能 古時候 炸 燒木頭啊什麼之類的 然後熱 然後來煮飯啊幹什麼 要直接拿來 就是能源的意思 然後現在呢 我們可以用瓦斯 瓦斯爐 然後呢 更容易點燒 然後火力也更加旺盛 那樣子之類 但這個基本上 都是用熱 我就用它的熱 就是能源就產生 提供熱能 就是用它的熱能來工作的 但是我們也可以做一些轉換 然後呢 來利用這個東西來提供我們 做一些動力的來源 比如說 以前的蒸汽就是熱 然後去煮開水 然後呢 有蒸汽 然後利用蒸汽 推出一些機器 讓它會運動 然後像你們聽到什麼瓦克啦 什麼蒸汽火車啊 什麼之類的 讓它產生一些動力 那麼現在呢 就是燒汽油 燒汽油 或者是柴油 然後產生動力 讓它氣勢能夠前進 所以呢 能源也可以把它用來產生動力之用 那現在呢 我們就變成 常用的是電能 因為我們講過 因為電能很容易轉換成其他的能量 所以呢 我們可以利用電來轉換其他能量 然後來當作所謂的能源 這能源也是一樣 可以提供熱 也可以提供所謂的動力 好 提供熱 像我們的烤箱啊 電磁爐啊 然後或者是甚至微波爐啊 那都是利用電能 產生一些效果 來幫助我們加熱東西 就是利用它所謂的熱能 當然呢 微波爐其實不是直接給它熱啦 不是給它熱 烤箱算是 就是直接產生熱沒有問題 但是都是讓我的電能來產生所謂的熱能 那也可以產生所謂的動力啊 比如說我們以後會叫做馬達電動機 這個是下學期要教的 通電之後讓它會動 會動 要有所謂電能轉換成動能 然後來做一些事情 我們下學期會教馬達電動機 所以那種通電之後會轉 會動的 都是有馬達的 所以洗衣機啊 洗衣機啊 或者是你的電腦裡面的硬碟啊 你們都有所謂的馬達 電動機 通電之後讓它會動 所以電能也可以提供所謂的電動力 那麼現在裡面 我們的電就是透過發電機來給 然後我們後面會講到發電 發電機給我 然後產生電 然後通過一些電路呢 送到我們家裡面 然後轉換成我所需要的 生能啊 光能啊 熱能啊 動能啊 來給我們用 所以我們講過 我們現在生活中很多都是用電 因為電能很容易轉換成其他的能量 那這個就是一個簡單的發電機的樣子 我們下學期會教 教它為什麼會發電 就是用所謂的感應電流 感應電流 讓一個東西去轉圈圈 在磁鐵裡面轉圈圈 然後產生電 實際上細節的說法 我們下學期教 反正就是所謂的發電機 外力 然後轉圈圈 然後產生了電池感應 然後就產生了電 產生了電 然後提供我們所運用 所運用的發電機 所以基本上 如果用能量轉換的觀點看 那麼家裡的所謂的用電的設備 都是一些能量轉換的設備 把A能量轉成B能量 當然我們進來 那邊都是電能 比如電司機 電能進來 喇叭就會有轉成聲音的能量 然後影像就有光的能量 有沒有光的能量 比如說日光燈 通電之後就轉成光能 那還會有一些是熱能 但是日光燈發的熱比較少一點 一般燈發的熱比較多一點 然後烤箱就是電能轉換成熱能 所以這就告訴你說 我們這些洗衣機就是通電的時候 它會轉圈圈 轉成所謂的動能 就告訴你 用能量轉換的觀點看 這些家電設備都是把A能量轉成B能量 就像這樣子能用 所以我們有個發電機 未來會提到它 講的各種各樣的發電 然後呢 經過一些電路會送到我們家裡面 然後呢 就有所謂的電能 然後電能到我們家之後呢 我們就開始轉換成光能 轉換成熱能 轉換成動能 做一些能量轉換的過程 最後是跟各位講一下 我們的能源可以提供我們熱 也可以提供我們動力 現在呢 我們透過電來提供我們熱 提供我們動力 然後呢 它有一個能量轉換的狀況 讓你能夠了解 這就是我們這裡所簡單介紹的內容